杭州自亚林峰会之后 让我开始不得不注意到周围环境的这种变化 因为有些朋友去国外待了一两年 然后回来都说他已经不认识了 就这种更新的速度 都已经让他都觉得有点陌生感 我从08年到现在 我过去五年是没有工作室的 我的工作室就是在户外 就是去别的地方 比如说我路过哪儿看到有一个场景 我会记下来 我觉得这个地方可以来做个行为 那这个就是我工作室 我们就在这个位置吧 比如说我们有没有可能自己飞机围着这个 这个桶子绕一圈呢 就是360度 我觉得尽量是一个先看不到的这个小东西的状态 东方我们我们起飞吧 今年上半年有作为个展是关于安全出口的 然后就想到了关于一个空间跟另一个空间之间的这种边界的问题 它可能是一个很具象的问题 但其实如果用艺术的方式去考虑的话 它好像又是一款抽象的问题 所以有想去说找找找看这个边界的问题 包括所以我就去拍那些地方 那我现在就可以有一个很好的机会 就这次展览 我就是可以开始从空间上入手了 因为你在展厅里面展示 不管是在画廊也好 在美术馆也好 为什么我要看你这个东西 我知道你这里到底感受到的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对话的时间就是你艺术家跟观众对话的时间 我更加愿意做一些把我自己的身体当成一个道具的事情 就是只要我还有能力这么去做 我都会去这么做 就不管它是多危险也好 或者是多怎么样也好 我希望把自己抛开掉 那一瞬间我是一个艺术家 因为那一瞬间只有我知道自己要怎么样 那个是别人没办法演的 这里本来就是滨江区跟萧山的交界 这么一个最边缘化的地带 这个地方是什么样子的 我觉得我有点像一个什么观察员一样的状态吧 我自己经常把自己想象成一个观察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